我是Mina,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过去三天在尔湾都卖出了什么房子 那今天的日期呢是4月8号2020年星期三 让我们看看这周的一二三工作日期间尔湾有什么样的房产出售 又是以什么样的价钱出售 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那我现在呢在我们地产经纪的网站上 然后呢我们设计设置一下我们的时线 看过去三天 那么过去三天呢有16栋房屋成功完成过户 让我们看一下价钱 价钱呢从45万5000到580万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580万了吧 那么这栋房子呢上市的价钱为570万 买家呢最终加了10万块钱买价 那么这栋房屋呢位于尔湾的花果山 占地11200尺 居住面积呢是6700尺 有4个车库 那么在美国呢车库是不算在居住面积内的 这个房屋建于2017年 五房5.5位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哦它这个是典型的Towbrother 托尔兄弟的风格 有一点点像我之前拍的那个三方Captorano的那边的那个 好像是叫Windtron Windtron 那一盘吧 然后这边是悬空式的楼梯 典型的托尔兄弟的奢华现代风格 580万 这个是双厨房吗 让我再看一下 对这个应该是双厨房的设计 只有一个中式的厨房 然后这边有书房客厅 游戏室 客房 布置得很漂亮 这是主卧的卫浴 外面呢 有设有游泳池和漂亮的园艺 远处呢 就是山 后边前后都没有邻居 在自家后院便可看到夕阳 真的是很漂亮 并装有了太阳能 也是啊 这么大的房子如果不装太阳能 那每个月的电费可是了得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96万的这一栋 96万的这栋呢 是我们看这些全部标下箭头的 就是说交易价钱是比实际价钱要低的 那么这些标着上箭头的就是说是加价拿到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96万的这一栋呢 位于尔湾的北木是1979年的房子 占地呢3915尺 四房2.5位 那么北木呢 以北木高中而出名 而且位于尔湾较老的城区 出行都比较方便 那这边这个房屋呢 是高点的设计 上市的时候是97万5 那么最后成交价呢 是比上市代价低了1万5 好 那看完一个降价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升价的吧 81万的这个 81万的这个呢 位于尔湾的安纯山 建于2004年是一座Condo 那有三房三位 1911尺 上市价钱呢 为79万8888 然后加了2万 这边都是一座Condo 一座Condo 前方我更加了一座Condo 另一座Condo 等一座Condo 这边是最后先蓋着 中格是一座Condo 在模仿上 其实这边是一座Condo 正面是一座Condo 这边是项Condo 那么Quill Hill呢是尔湾早期的八大区之一 那么这一边呢住宅有一点点像闹钟取经的感觉 坐落于尔湾市中心 但是周围处境方面可是小区环境都美 那么小区中呢有很多个公园 有安静的自行车道 还有平时可以散步的街道 出行方便学区良好非常受华人喜爱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吧 63万的这个 这个呢是降了5000块 就是比较reasonable的价钱啦 上市的时候呢是63万5000 然后最后以63万成交 房子较老是1975年的 为condo 两房两位 中文字幕增加 138 Tera Pin 这个买了80万5000 三房3.5位2196尺 2018年的Condo户型 那这栋呢 788800上市 最后成交价钱为79万5000 1984年的房子 三房2.5位没有照片 1424尺 是尔湾高中学区的 终于看到一栋新房 那这一栋呢 是2020年的新房售出 让我们看看尔湾的新盘 现在怎么样 坚挺不坚挺啊 那这一栋呢 是四房3.5位1868尺三层的Condo 2020年的 可以看一下 就是新房交房的时候 一些非常standard的东西啊 刚刚好像还看到了一栋新房是这个吧 这个我打开过吗 8298856的这个 8298856的这个 这是新房 应该是建议商为了促销给的折扣 那这一栋呢 位于尔湾机场区 2020年的Condo 三房3.5位 好 那么让我们再挑一栋 价钱稍微低一点的 看一下这个 4881984年的 Lemon Grove的这个吧 两房两位 1050尺 1984年Condo 有一点点像公寓啊 488000 这一栋呢 两房2.5位 61万上市 最后60万1000成交 减了19000块 减的还蛮多的 介于2015年 是Condo 两房2.5位 1171尺 看来尔湾三四十万的投资房 其实去的还挺快的 我记得上周五就有 这周又有大概三栋 69万5 最后加了3371块 成交 四房2.5位 1973年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看到这里吧 那从今天来看呢 尔湾的市场还算是兼顾 那么房子有减价 但是都是正常的 讲价空间 有一些热手的房子 还是加价获得 那么过去三天 就是从4月 就是从4月6号到4月8号 星期一到星期三 期间三天 卖掉了17栋房子 过户了17栋房子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给我们 就是知道美国尔湾房地产市场 还是非常稳定的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是Mina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给我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